蔡英文總統4日上午前往桃園市盧竹區 視察北區安家食物銀行總行 行政院長陳建仁、行政院副院長鄭文燦 衛福部長薛瑞妍全程陪同 蔡總統支持時表示 近年中央與地方密切合作 擴大社會安全網的照顧層面 行政院長鄭文燦在桃園市長任內 成功推動安家食物銀行功不可沒 我們這些年來中央跟地方的合作 我們努力擴大社會安全網絡照顧層面 食物銀行的推動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在旁邊這裡 過去8年鄭文燦 副院長在市長任內 努力推動增加食物銀行 不只是數量增加 全市市場需求 也有很多貼心和靠心的做法 我們也看到越來越多的企業 店家以及民間主管情 享用食物銀行的政策 讓需要幫助的人們 可以獲得更及時 更貼近需求的協助 同時大家也用習食 習福的精神 讓我們認知你們 做到最好的運動 在這裡感謝所有協助這個體系運作的夥伴 以及我們同學市政府 多年來的努力 也期待我們現任的團隊 社會團隊能夠在過去的基礎之上 繼續照顧更多有需要的事 對於北區安家食物銀行總行 缺少冷藏及冷凍設備 無法提供生鮮蔬果 蔡總統也允諾 中央已經規劃補助各縣市政府 添購食物銀行的冷藏及冷凍設備 要讓食物銀行提供更豐富的食材與物資 就連女性生理用品也能免費兌換 其中對於相對弱勢的族選 中央要加強照顧 其中提供各項貼心官的服務 我們也規劃用中央補助各縣市政府 來充實食物銀行的冷藏及冷凍設備 讓食物銀行可以提供更豐富的食材與物資 我相信透過中央地方密切的合作 以及公司協力的方式 我們一定可以善用所有的資源 提供更多的服務 讓有需要的人都能夠得到溫暖的造福 行政院長陳建仁也對北區安家屬銀行總行 留下深刻印象 陳建仁表示 照顧弱勢族群應該根據他們需求 做最妥適的安排 桃園市安家屬銀行針對重症 罕見疾病患者提供客製化特殊物資箱 另外針對獨居老人臨時受傷 或是需要緊急照顧的民眾 則提供物資宅配到家服務 這些都是最貼心的服務 也展現台灣堅強的愛心 及彼此互助的生命力 照顧弱勢 助貧無弱 本來就是政府周旁帶的事情 台灣是一個美麗的地方 有很多人多樂意去幫助別人 有很多人要接受這些幫助的時候 並沒有很好的一個平台 所以這個 食物銀行實際上就是一個愛的平台 能夠把愛心從這個供給端 到這個接受的服務端 讓愛能夠蔓延在整個城市 或者整個國家 所以食物銀行實際上是一個 很好很好的安排 所以桃園市政府 有這麼好的安家食物銀行 確實是一個很大的創舉 我有一些朋友 他們看到了媒體的報告以後 也覺得說 哇 台灣真的是很值得各國來學習 怎麼樣用公私協力 來照顧最弱勢的人 蔡總統視察安家食物銀行 店鋪區及物資包裝區 透過食物銀行執行長羅紹和的解說 更加了解食物銀行如何 媒介民間捐贈物資 並提供給弱勢民眾 蔡總統也特別感謝羅執行長 投身公益的用心 記者林志清 盧竹區採訪報導